JK羅琳啦 真的很沒禮貌耶 你真的不可能 因為一個人的外表比較中性一點 你就說 你 你 你知道的 你吃清幣 你吃清幣 JK羅琳沒有要道歉是嗎 陶智瑩發聲逆庭 林玉婷搶JK羅琳沒有要道歉是嗎 他也沒有去查證 就是說你今天是一個 那麼有影響力的人 你可能要等先去查一下 他是不是變過戲 連陶子姐陶智瑩也動怒了 《哈利波特》作者JK羅琳 日前在X發文 挫折拳擊國首林玉婷 是雙性人引來抨擊 外界吵得飛飛揚揚 可能因為一個人的外表比較中性一點 你就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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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的 你吃清幣 而且他後來好像沒有要改口一次 他總共發了兩次 都是在影射拳擊選手的性別問題 一次是比較針對 他就是轉發林玉婷的新聞影片嘛 而且好像是用他照片 然後昨天國際的拳擊節會 有出來開了一個記者會啊 但他就是也沒有提出任何的證據 大家開完那個記者會都很生氣 覺得浪費大家的時間 我今天下午還問我的健身教練說 搞不同是女生有還是沒有 零還是有 然後教練就說是有只是比較低 其實我們的胸肌數跟磁肌數是 大家都有只是說那個 比例的高低而已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 像我們知道有些選手訓練過度 女選手訓練過度 他的月經就不來了 就是身體的基數必須為你支持 這個身體的正常運作而去做一個調配 所以我覺得這跟羅琳沒有要道歉是嗎 他就是很吃跨性別症啊 我覺得要一個人要去證明說 我是什麼性別 是一件蠻荒謬的事情 我要怎麼樣翻給你看嗎 對 而且 我覺得他想表達的是說 你不能用一個變弱性的男人 他好像是說不要讓運動員受傷或致死 我覺得他原來的原意是這樣 因為拳擊很容易嘛 你如果是羽毛球可能不會致死 我覺得他可能本來的重點是這樣 我是覺得奧運啊 還有各國的這種體育協會 其實都可以去做出一個會議 就是說比如說你認為在這種 進就是對抗的肉活戰的時候 有這樣的疑慮的時候該怎麼辦